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同分享的主题是 如何建造成功的婚姻家庭的第七部分 婚姻是爱情的继续和发展 那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妇 常常跟我有一段交流 分享 谈到他们的家庭 婚姻信仰等等 那他们的先生曾经就总结过 关于婚姻的三个阶段的一个理论 第一个阶段他认为叫革命尚未成功论 也就是说当刚刚开始建立家庭 或者还没有开始建立家庭的时候 必须很努力的去追求 这是同志人需努力的阶段 而这个阶段当中 你必须要投入很多的心血 很多的爱 就像跑一百米一样的 很努力的去追求 但是无论如何 这是很短期的 但是如何保持这个爱情不吃落 却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一阶段很自然的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而这个阶段又被称为叫革命阶段论 这位弟兄分析说 其实就是要进入了婚姻了 你会慢慢发现在婚姻的不同的阶段 其实有不同的体会 有不同的他认为是刚领或者最高的刚领或者最高的一个现实的诉求 而不是一个阶段完成了这个目标就彻底婚姻成功了 也就是说当你刚刚开始恋爱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婚姻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而到了结了婚之后 对婚姻对家庭对爱情的表达方式又不一样 而每一个阶段这种婚姻的体会都是非常不同的 而这个阶段跟那个阶段之间 你要看是否你进步了 而这个进步的过程实际被看成是什么 是一种婚姻 是一种家庭 是一种爱情 不断成长继续的一个过程 那么什么是第三阶段呢 他认为就是不断革命论 什么意思呢 就是革命是没有终极的 其实婚姻幸福的爱情的家庭的追求 也是没有终极的 而直到生命的终结为止 也就是说为了追求一个婚姻爱情家庭的美满 当努力 而且是永远的去努力下去 直到生命的最后 那当他分享完这一段之后 我个人有个体会就是说 这不就是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提到的 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说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即使常常顺服 不断我在你们这里 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更是顺服 就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我们已经得救了 为什么还要恐惧战惊 做成那得救的功夫呢 是因为信仰是个过程 就像婚姻是个过程一样 家庭幸福的追求也是个过程 我们当不断的努力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你会听过这样的说法 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我坚决不同意 我认为婚姻是爱情的继续 婚姻家庭的幸福是爱情的幸福的另外一个阶段 而且在婚姻家庭的不同的阶段当中 我们对爱的表达方式 最终的追求方式也还不同 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 你的婚礼是你婚姻的高潮 婚礼只是你婚姻的开始 如果你在婚姻中 你觉得你最值得纪念的 只是你的婚礼的话 那么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婚姻可能真的需要更新了 因为更美的 更珍贵的东西 还在后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